家人们,今天晚上要讲的这件事啊,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说一声,您可得找个文文当当的地儿,最好身边是老公在或者老婆在,实在不行您抱个宠物狗,因为今天的这期故事有点吓人。 其实您看这标题就能看得出来,这期故事可能要上点硬货了,这故事啊,是一个天津的朋友提供给我的,他是天津啊,京南区的人,他整件事情发生,几乎都是他身边的直系亲属,也就是说就是他爸爸妈妈身上发生的一些离奇的事情。 起初呢,这位名叫Steven的兄弟,给我留言的时候啊,他写的故事都是段落性的,非常的散,还有就是,最近呢,我这采访压力我有点盯不住了,每天基本上都是要采访十到二十个人,我这工作能量是有限的,所以呢,一直把Steven的故事压在后边,这是那天我跟小红,我们俩啊,整理资料的时候,小红这才看,小红跟我说, 说,凯哥,你看啊,你这,你这个人人家讲的这这么好,你怎么不理人家呢,啊,我看你那微信也没给人回消息,然后我一看小红这样说,我就认真地看Steven的内容,哎呦,我一看,这东西不错,马上我就跟这兄弟联系了一下,这件事,我一会儿往后边给您讲,您就知道为什么我前面铺垫这么多了,那指定啊,是件吓人的事情。 这件事啊,说话是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天津市金南区,咱这故事主人公的母亲,本是金南区某村的一个村民,在八十年代的时候,金南区是属于农村,不像现在发展的跟大都市一样,那会儿的金南,称为南郊区。 您啊,好多天津人到过南郊的都知道,八十年代那会儿,南郊四处都是荒地,废弃的地方是非常的多。 Steven的母亲呢,当时托朋友关系,找了好多人帮忙,终于在京南区周边的一个国企工厂里,找到了工作。 也就是说,这农村的户口,那会儿找国企工作是很费劲的。 哎,不过人家Steven的母亲,人家啊,上班了。 她母亲说啊,我啊,这上班以来啊,每天什么都不怕,唯独一件事儿,让我一直以来是耿耿于怀。 因为啊,我每天到工厂上班,都要必须经过一条小路。 这条小路啊,是从我村子通到工厂最近的一条路。 如果我不走这儿,绕路走的话,每天要加上大半个小时的路程。 工厂呢,距离我家又有点远,每天要早出晚归。 有时候冬天的时候,早晨出去,天是没亮的。 晚上回来,那就更别提了。 要赶上下雪了天,或者下雨天了,我就得推着自行车从这路上走。 因为这条路上几乎没有柏油路,路啊,是泥的。 可是我跟大家说,不是因为别的,我害怕这条小路。 正是因为这条小路,那是从我祖奶奶那辈儿,就出了名的乱葬岗子。 这可不是我胡说的,我们村里三老四少,没人不知道这条小路上是极凶。 据传说,好多人在这路上见过鬼。 可偏偏就得让我赶上,我是天天的得走这条路。 母亲这会儿刚上班,没有男朋友,才17岁。 也只能是偶尔让父亲在那路上等他,因为有的时候下班太晚了,实在是太吓人了。 但是那个年代没有手机,跟父亲约的时间总是碰不上茶。 再加上,老爷啊,从年轻的时候就粗之大业的,就觉得这路就路呗,什么乱葬岗子,没当成一回事。 可是这有些事啊,是不能马大哈的,马大哈的是,真会出了那种一发不可收拾的事。 这亏了母亲小时候胆大,换作别人,弄不好得吓出点精神病了。 出事的这一天呢,母亲已经在工厂上班,得有三个多月了。 这一天早上起来,由于工厂通知,有领导要检查,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小时到场。 那么母亲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,才5点20分左右。 等母亲骑车骑到这条小路上,也就不到6点钟。 此时刚巧天津市冬天, 6点钟的冬天呢,跟黑天没啥区别。 母亲走到这条路上,今天感觉是无比的冷。 这小路上就好像有过唐风一样,寒风自古。 这会儿母亲,其实走到路中间的时候,已经害怕了。 这紧张的母亲,刻意让自己别东张西望, 因为怕看见一些不该看见的东西。 可是,有些东西要该让你看见,那不是你东张西望就能控制住的。 母亲就这么往这条小路上边,骑着。 这打老远的呀,就瞧见前边有个坟堆的旁边,有东西在动。 哎呦,这下母亲可害怕了,你说,哎呀,这是个什么东西啊? 由于当时天气非常的黑,不离近了根本瞧不见, 按照那个大小啊,怎么看,那就是个猫。 当时母亲是这样想的,继续啊,摸着痕往前骑着, 紧靠这自行车上唯独的那个电动机式的小发光器。 母亲往前骑着,一点一点就要接近了这个坟堆。 等他接近了坟堆,进入到可视距离的时候。 我的妈呀! 母亲就看见这坟堆边上,探出来一个人脑袋。 这人啊,头发特别的长,披头散发的, 从坟堆边上把脑袋探出来在那东张西望。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斯蒂文, 我说,这不会是埋得死人, 经过风吹雨打露出来了吗? 斯蒂文说,绝对不是。 我问过我母亲多少次, 我母亲告诉我, 那个脑袋是会动的。 坟堆冒出来这脑袋呀, 面部颜色苍白, 头发四处披散着。 从脸上看像是个女人, 但是母亲也不太确定。 然后探出个头来, 露着半个小脖子, 然后开始啊,四处张望。 母亲这一见到这一幕, 当时就嗷的一声尖叫。 哎,还好, 没从车上摔下来, 玩命的就骑走了。 等母亲骑出这条小路之后, 她说, 我后背那汗呢, 那是四脖子流啊, 就感觉着大冬天的, 后背一下都塌了。 当时我停在路边上浑身哆嗦, 不过还好, 哎,身边啊, 一点一点的能过去一些路人, 我这才放心下来。 这天母亲到了工厂之后, 这一天是魂不守舍, 直到中午吃饭, 这才把自己早晨起来遇上这事啊, 跟一个工厂的大姐说了。 大姐听完告诉她说, 哎呀, 你可别吓唬我呀, 我就怕这个玩意儿, 我晚上回家呀, 有时候也得自己一个人, 你千万别给我讲这个故事。 工厂里的大姐呀, 那说话嗓门是非常大的, 说什么事都扯脖子烂喊着说, 这一下就把旁边的一些工人给招了过来。 过来干嘛呀, 全都想听母亲呢, 讲一下早晨起来发生的这事。 母亲当着大伙众人们这么一讲, 嘿, 让她万万想不到的是, 还她娘的引起了共鸣来。 怎么个共鸣法啊, 是因为有人听完母亲遇上这事啊, 声称自己好几年前就在那条路上, 也看见过这么一个白衣服女人。 并且讲故事这人是非常的激动。 这人是个男的, 四十多岁, 跟母亲说呀, 他说我前些年啊, 跟同事找同事上人家家玩去, 也是要走过这条小路。 我告诉你们, 我们仨那天晚上喝了酒之后, 晚上从同事家回来, 也瞧见这么个白衣服女人, 就在你说的这条路上。 这大哥当时是跟母亲啊, 这么说的。 好嘛, 我跟你说呀, 你说的这白衣服, 探个小脑子出来这个, 那弄不好啊, 就是我当初看到的你。 哎, 你要说我们是一个人看到的, 哎, 可能我胡说八道, 但是我告诉你, 当初我们仨全看见了。 那天晚上是喝了点酒, 但喝的不多, 回来的道上, 我们仨并排骑着自行车, 就搭捞远呐, 就看见坟头边上, 站着个女的。 这女的没看我们, 脸朝着路上看着, 劈头散发, 穿衣色白衣服。 哎哟, 那可把我们仨当时就给啊, 吓坏了。 里边其中有一个胆小的, 死命来着我扯拔, 不让我望前期, 一直在那儿嗷嗷叫唤, 告我这是鬼, 咱赶快得扭头。 好, 我胆大呀, 我当时就想, 我就想过去看看去, 我看的到底是吗? 当然了,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三个人, 再加上喝了点酒, 那人呢, 没拧过我, 我就废得骑着车呀, 往这女的方向走, 结果呀, 我们仨快解禁她呀, 有个十米左右的时候, 这女的就在我们眼皮的底下, 哎, 都不知道是为了吗, 一下啊, 就消失不见了。 她消失的时候, 就跟变戏法一样, 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, 逐渐的变淡, 然后在我们眼皮底下, 就没了。 哎呦, 我去哦, 母亲本来是讲出来个故事, 让大伙给她安心的, 没想到, 大哥给母亲又讲了个鬼故事, 得了, 这下麻烦了, 母亲更不敢走这条路了, 就从这儿开始, 母亲也不能放弃自己很困难找到的这个工作, 这母亲上下班啊, 成了她那会儿, 她说近五六年左右, 最大的一个心理障碍, 她说直到你爸出现, 在之前全都是你舅舅或者你姥爷, 轮班的接我下班, 我呀, 成了家里的负担了。 到了最后, 母亲说得谢谢国家, 这终于给咱们村开了一条路, 就这样, 我才脱离了那条乱葬岗子。 而且, 我还问过斯蒂文, 我说你妈后来走这条小路, 又瞧见过啥吗? 斯蒂文说呀, 说, 那是不止一次看到过。 事情跟之前讲的这些事都雷同类似, 母亲到后来两三年的时候, 基本上啊, 就习惯了。 这农村还有郊区边上的这些宅基地房产, 咱真不能烂买, 我不是说一下给大家要扯到买房上了, 因为您一定要打听一下当地的居民, 问一下这当初到底是什么地点, 如果它是正规的公墓, 弄不好还能忘了财, 那如果要是这种孤魂约鬼出没的乱葬岗子, 那这小区您买完了就得倒了没。 您可能会发现在您居住的城市, 周边有好多房子盖的特漂亮, 但是里边空无一人, 这些啊, 全都跟本来这间地皮的风水有极大的关系。 风水它并不是迷信, 跟相畏相通, 跟规律学挂钩, 也就是说这块地界经过多少年的渲染, 可能形成了不良的磁场或念力, 导致这点地儿是干啥, 啥不行。 更何况咱斯蒂文的母亲, 为了上下班, 在这样的路上整整走了四五年呢。 今天咱这故事提供者, 叫斯蒂文这兄弟啊, 发的故事非常的凌乱, 我自己仔细宅, 宅了半天车这里啊, 都有好几个故事。 我觉得斯蒂文讲的一件事啊, 哎, 这事也挺邪性的。 跟您说一下啊, 咱故事里很少讲这什么风水先生大神啊, 就是这些人, 我不太爱说这个, 为啥呢? 您要说五六十年代那会儿, 的确有着高人存在, 现在啊, 几乎都商业化了, 高人不是说没有, 我是怕您啊, 听完我这故事, 您认识不了了, 万一要是被那社会上的骗子给骗了, 那可就麻烦了。 斯蒂文这件事是发生在好多年前的, 所以说您听完了, 千万别因为这故事, 相信了这群人们。 斯蒂文说啊, 他说他们家那会儿在天津周边的村子里, 村里忽然间有这么一天, 来了个老头。 在斯蒂文的印象中, 他说那会儿我特别的小, 我对这老头有一点印象, 穿着一身工作服, 没看出来有什么高于别人的地距, 个子小小的, 一米六左右, 特别的瘦, 也没有像电视里演的大长胡子, 就是一个普通的脏老头。 老头说话, 嘴里边持着一口的河北省口音, 来到村里之后啊, 就挨家挨户的, 要吃的要水喝。 他说他需要帮助, 好几天没吃饭了, 但我们那村子那会儿也不是太富裕, 就没有人呢, 给他这些东西。 这时候我大姑已经是十八九岁了, 大姑从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的善良, 当时的大姑, 我敢说是我们村, 第一个给这老头吃的的, 当时找了一个破杯子, 给这老头倒了一大杯水, 然后给了他一个豆包吃。 豆包在那个年代可是高级的东西, 自己家都不舍得吃, 大姑当时给了这老头, 哎呀, 我奶奶还挺不高兴的。 但是这老头当时拿过来豆包之后啊, 是狼吞虎咽, 三口就给吃没了, 然后玩命的喝了几口水。 大姑当时都看傻了, 就觉得, 这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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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都饿成沙压了这是啊。 然后那老头就随手递过来这喝完水的杯子, 大姑拿着杯子也没说啥, 转头就要走。 但是刚刚走上去还没几十步, 老头一下把大姑给喊住了。 老头告诉大姑说呀, 哎, 那个姑娘, 你呀, 过, 那个过来一下, 我看了一下你的这脸, 好像你有事儿要发生啊。 姑娘, 方便我摸一下你的脉吗? 大姑当时没想那么多, 随手就把脉伸了出去, 意思就是你摸吧。 老头啊, 身手就开始把住大姑的脉, 一共全过程加一块没超过十秒钟, 然后这老头就对着大姑做了两下牙花子, 意思就是有话, 不知道该怎么讲。 大姑马上就告诉老头说, 大爷, 没事, 您说, 到底怎么的了? 老头告大姑说, 我从你的脉相看, 还有你的面相上看, 我感觉你呀, 父亲应该是不久已了。 哎呦, 当时大姑听完这话非常刺耳, 因为爷爷非常健康, 身体什么事都没有, 也就是不到六十岁的样子。 这, 胡说八道。 大姑马上就回击这老爷子, 但老爷子没有恼火, 告大姑说呀, 说, 我呀, 看了一下, 嗯, 不会超过十五到二十天了, 你呀, 要是能, 带着他检查检查身体去, 应该不会呀, 错的。 我现在看, 你父亲身上有一团黑气, 黑气应该就在干的位置。 大姑当时觉得这老头说的有点玄乎, 又不敢跟他惹他, 也没说出啥来, 也没搭理他, 拿着水杯转头就走了, 这一路上还骂骂咧咧的, 意思就是, 我给完你吃的, 你说我爸有病, 我爸昨天都能上书, 哪有骂病呢? 然后回家之后, 晚上吃饭的时候, 姑姑才把这件事跟家人们讲了, 但这家里人的看法和姑姑不一样, 有人觉得这老头说的太玄乎了, 哎呀, 不行, 单再单爹啊, 检查检查就, 当时一家人就觉得这胡说八道, 封建迷信不可能的事, 所以决定带老爷子去检查, 而且再加上老爷子也是个顽固的性格, 那几乎就没法进行的, 可是让全家人想不到的是, 这老头离开了他们村子, 还没出了三天, 爷爷忽然间一天在家里干着半截活, 晕倒了, 据我父亲说呀, 送爷爷去医院那天半路上, 爷爷就醒了, 然后脑袋上蹦兜粒大的汗, 爷爷说肚子疼, 疼得要命, 不行得疼, 结果到了医院一检查呀, 爷爷已经肝癌晚期了, 哎呀, 你说有时候这些事, 没法说, 这老头到底是怎么看见的, 他掌握的是何方秘书啊, 这要教会了我, 哎呀, 那我可就厉害了, 但是估计啊, 我也没这会跟, 除了嘴上能白乎白乎, 没啥别的本事, 这老头到最后去了哪, 从何而来, 大姑也说不清楚, 再给大家说一个, 再给大家说的这个, 还是斯蒂文跟我说的事情, 从斯蒂文跟我聊天的留言中, 我能看得出来, 这哥们应该早年间干过城管, 或者是跟城管这个职业, 有亲密的接触, 当然了, 咱老百姓一听到城管这词就不太友好, 但是哪都有好人坏人, 每个职业, 每个行业里也有讨厌恶心的, 所以说, 就算咱这斯蒂文当过城管, 估计也是个规矩的城管, 斯蒂文说啊, 他说我当城管那会儿, 我跟我城管大队的队长聊天的时候, 这队长给我讲了一件吓人的事, 这天晚上正好赶上我们职业班, 一堆人坐在屋里, 一人泡了一袋方便面, 然后这队长就撇着大嘴就讲了起来, 结果讲到我们半夜, 连门都不敢出, 弄得这队长是非常的尴尬, 本以为讲个奇怪的故事, 能烘托一下气氛, 弄得没法工作了, 他这件事啊, 是他刚来到天津租房子时候, 自己的一件亲身的经历, 斯蒂文这队长啊, 人哪都好, 也讲义气, 平时对兄弟们也好, 而且处理一些摊位的事情啊, 也比较讲理, 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些流氓城管子, 但是这队长就有一个毛病, 而且这毛病挺要命的, 啥毛病啊, 队长有点好色, 没事就爱看着路边的小姑娘, 而且啊, 经常跟身边的同事评判人家, 什么这姑娘腿长啊, 这姑娘身材好啊, 皮肤白啊, 天天嘴里就离不开这些话, 这天晚上讲故事的时候, 队长也是拿这些事开的头, 他告诉大伙说, 别看我平时好色, 没事总爱撩嗦小姑娘说一些话, 但是现在让我干坏事去, 我是绝对不敢再干了, 这件事原来啊, 是这么开始的, 队长当年啊, 在天津郊区边上租了一间房子, 这间房子租下来之后, 队长发现啊, 对面那门住了四五个女孩, 这四五个女孩天天是浓妆艳抹, 哎呀, 穿着高椭袜, 夜里边特别晚的回家, 哎, 这此时男性朋友们已经知道, 这些女孩应该是干什么的了, 所以那会儿啊, 队长对这几个女孩是无比的轻媚, 天天盯着人家这几个女孩的生活, 哪怕是晚上自个儿睡着了, 外边门一响, 队长都得趴到猫眼上, 瞧一眼来, 就瞧猫眼的这个习惯呢, 实际上这是个非常不好的习惯, 因为这故事就发生在这猫眼里边, 队长说, 有这么一天晚上, 她在这房子住了, 已经有小半年了, 对面这女孩是越来越漂亮, 因为这些女孩看来也是刚来天津的, 挣着钱之后是打扮得越来越时尚, 队长是偷看起来就越发的越带劲, 尤其是这四姐妹其中, 有这么一个个子特别高, 大眼睛的, 那是出奇的亮, 队长啊, 每次主要就是为了看她, 但有这么一天晚上, 这天晚上大概是一点多钟, 队长躺在床上, 其实已经快睡着了, 就听见外边嘎嘎嘎嘎的高跟鞋声, 我跟您说, 这队长有多敏锐啊, 他能分辨得出来, 这高跟鞋是哪个女孩踩的, 当时一听, 哎哟, 这不就是个高的那个女神吗, 呵, 队长马上从被窝里起来披上被子, 就蹲在门口的猫眼那儿, 等着这女孩上楼, 没错, 还真没让她失望, 从猫眼里瞧见了, 这女孩一步一步的上来, 哎呀, 真的是她, 这会儿队长心里那个痒啊, 很少见她一个人回来, 所以当时啊, 真有一种打开门跟她说句话的冲动, 可当时队长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 也没有这个勇气, 正当自己透过猫眼看着美女百感交集的时候, 忽然间, 本来是朝着自家门方向要开开房门的那个美女, 冲着队长家的房门转过头来, 然后两个眼睛直勾勾瞧着猫眼里的队长, 当时队长被吓了一跳啊, 必定自己干的这事有点亏心, 一下眼睛就离开了猫眼, 队长当时满脑子想的是, 哎呀, 坏了, 这猫眼外边是不是能看见里边啊, 人家是不是能瞧见, 我天天偷看人家, 然后队长啊, 还是不甘心, 厅外边没什么动静, 没有这女孩开门的声音, 就偷摸摸的透过猫眼再次往外瞧, 这一次往猫眼上一瞧啊, 更坏了, 这女孩的脸就好像贴在猫眼上, 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, 跟队长对视上, 这一下把队长又给吓了一跳, 因为这女孩的眼神中带的不是祥和, 好像是特别严厉的感觉, 要跟队长干架一样, 队长随着马上就蹲下, 然后就不再感动, 他说我起码啊, 我在这等了得有十分钟, 当然了, 也许时间走得慢, 度日如年, 没有十分钟也得有几分钟, 这女人在外边一直没有开门声, 也没有上下楼的动静, 哎呀, 我实在也憋不住了, 不知道他接下来这是要干嘛, 难道他一直处在我家门口瞧着我吗, 我这又敢鼓起勇气来, 透过猫眼望外瞧一眼, 可是猫眼外边是空无一人, 队长的房间, 距离这女孩的房间不出三步, 这个女孩随便有点动静, 队长都能听见, 尤其呢老师房到门, 您就是再慢慢的开, 那声响还是要有的, 队长确保的告诉大伙说, 我是绝对没听见声音, 可此时的我呀, 心里一直惦记的还是美女, 没想到我会遇上这么一档子的些事, 导致我以后啊, 跟女孩交往都出现了心里障碍, 他说就在转过天来, 我没把这件事当太大的事情, 虽然昨天晚上有点略感惊险, 但也没出啥事, 转过天来, 我是七点下的班, 当我走到我们这五楼的时候, 哎, 我发现这五楼办的位置站着好多人, 并且这些人戴着大壳帽, 穿着警服, 这警察叔叔一看, 我从五楼办转过来, 一下就把我喊了过来, 问我是谁, 我说我是住对面的邻居, 然后接下来就是几个警察叔叔, 对我是一番的盆子, 问我认不认识对面的女的, 并且拿出照片来给我看, 询问我, 这女的, 你跟她说过话吗? 还有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瞧见的? 我呀, 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, 一五一十的, 讲给了警察叔叔, 当时警察叔叔听完我的口供让我签了字, 也没带我去警察局, 全都是坐在我房间里边办的这些事, 同时我还看见, 那四个女孩住的房门, 已经被警察叔叔给撬开了, 房间里边乱七八糟的, 但没有人, 也没有说什么死人的事情发生, 我询问过警察几次到底是怎么回事, 但是没给我讲太清楚, 意思就是说呀, 让我签字, 确定自己说的是实话, 你确定昨天晚上在猫眼里瞧见他了? 我说, 真的瞧见他了? 这件事啊, 就这样过去了, 警察同志磨正了我半天, 然后一个多小时后走了, 走完之后, 我这心里就开始敲鼓了, 哎呀, 这事不会牵扯到我头上吧, 从这个警察当时严肃的态度上来看, 这漂亮的姑娘八成是出事了, 哎呦, 这可别死了呀, 太可惜了, 那可是个典型的美女呀, 当时我心里是七上八下, 是胡乱想, 但这件事到了后边, 转过天来慢慢的也就淡了, 没人再提起来过, 我也没地儿再去追究这事, 可是我刚刚过了五六天, 快把这件事忘了, 忽然间一天晚上, 我正在屋里躺着, 我家的房门啊, 就咚咚咚的有人敲门, 这敲门声我从来没听过, 特别的凶, 我当时骂骂咧咧的, 我就走到门口, 透过猫眼瞧了一下, 我这一瞧啊, 原来是警察叔叔, 又找我来, 这次找我来, 可就不像上次了, 跑到我房间里边, 露了点口供, 直接是把我给请回了派出所, 然后玩命的, 拿着一百瓦的大灯泡, 好几个人, 是轮番的审查我, 一些审查的细节, 不跟大家讲了, 反正总知道了最后, 我这才明白, 警察叔叔认为, 我说谎了, 我说的东西是胡说八道, 而且把我给定义为了嫌疑人, 哎呦我的天哪, 我这不冤死了吗, 那女孩我连说句话都没说过, 可是这到了最后, 审问了我起码啊, 只有十个小时以上, 这其中的一个老警员才告诉我说, 说, 你编的这个谎言呢, 这事过不去, 因为这女人的尸体, 我们已经发现了, 并且死的时间, 不可能是在那天晚上, 你能瞧见她, 因为那天晚上, 这个女人已经被人杀害了, 故事最后解决了, 没多大事, 警察叔叔也调查清楚了, 但是很多老警察, 嘱咐了一下这兄弟, 你既然遇上了这种不可解释的事, 我们警方也没办法, 凶手也找到了, 这事跟你没关系, 但是, 你不要把这事乱传出去, 起码现在, 这案子正在热的时候, 不要乱跟人家说, 还有, 你自己啊, 奠励着点, 以后别再乱看小姐姐了, 我们这期节目呀, 叫来个老朋友, 您哪, 一定在节目里听过一个叫, 大地的朋友, 这朋友这名字起的, 有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, 他给自个名字起名叫, 盘古大地, 导致我在节目里啊,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的, 当然, 这也不是重要的事, 大地这小伙子, 是个湖南人, 现在在广东这边工作上班, 这孩子平时啊, 跟我聊天的时候, 性格一看就跟咱们常人不太一样, 大地这个朋友, 如果你要是说他是个灵异迷, 这不太严格, 证明你不太了解他, 因为啊, 你没跟他深入的聊过天, 他没跟你讲过, 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, 我跟他混熟了之后啊, 我这才明白, 这孩子根本不是灵异迷, 他不想对灵异感兴趣, 但是灵异总是找着他, 让他感兴趣, 我呀, 给大家之前讲述大地的故事, 是发生在他很小的时候, 他父亲工厂里出的事, 但今天讲的事, 那就是大地啊, 前些年自己身上发生的, 大地说, 我身上的故事非常多, 都很乱, 有些东西讲出来, 大家伙不信, 所以我很少跟别人说, 我只有啊, 跟一些相信我的人, 我才会真心的给他讲我身上的事情, 不过呢, 我看完大地的故事, 我也跟他讲, 我说你也别怪别人, 因为你的这故事太玄环了, 一般人呢, 没人相信, 咱接下来, 关键还是要听听, 大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离奇的事情, 要给大家说的大地身上的第一件事啊, 是发生在他小时候上初中那年, 大地小时候上初中, 是在老家湖南上的,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, 大地的这所初中啊, 有多么的特殊, 由于这个学校建立在县城里边, 再加上湖南, 以前那会儿啊, 挺乱的, 可能现在这样的事已经少见了, 但在大地小的时候, 大地说我们学校的不良少年, 那是非常的多, 就光我上学这几年呢, 我们学校就死了三个, 全都是在社会上, 跟一些社会人勾结, 砍人呢, 打架呀, 导致丢掉了年轻的性命, 当时大地在学校里边说啊, 我们学校分几个派别, 这个派别当时怎么区分, 我也不太清楚, 都知道他们跟的老大不同, 这些少年犯们在学校里是异常的厉害,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, 其实很多混过江湖的大哥们, 应该心里都有谱, 这万一要是两边冲动起来打起架来, 真正下手黑的是这帮年轻的小孩子, 有时候往往成熟的大哥, 你看着他闻着一身花, 特别的凶狠, 真打起架来, 手是有根的, 往往这些小孩子, 出生牛犊不怕糊, 再加上总想在圈子里边出名, 你要给他把砍刀啊, 他真敢照人脖子上边砍, 大地的学校这帮小同学们, 就是这个德行, 但是咱们大地不是其中一分子, 大地说我在学校是出名的老实孩子, 从来不惹人, 也不参与这些事, 也没啥人欺负我, 我就这么老老实实的比较平稳, 说白了这个学校里边, 你只要想好好过, 好学生的日子还是可以过的, 但是你要想学坏啊, 那也就是几天的事情, 当然咱说的关于学校这些事, 这不是咱要想听的, 咱这必定不是一个讲, 湖南风云二十年的这么一个专辑, 咱要讲的是, 大地小时候来到了这间初中里, 遇上了什么奇怪的事情, 大地说啊, 说就是我上初一这年, 刚刚到了这所初中, 也啊, 连二十天都没有, 有这么一天下午, 大概也就是五点多钟, 我当天没什么意识, 也什么都没想, 在老教学楼那边, 上完了最后一堂课, 这肚子开始有点疼, 哎呀, 肚子疼起来特别要命, 马上我就找纸, 然后疯狂的跑出去, 在老教学楼一个从来没去过的男厕所, 蹲到科上, 我就赶快啊, 解决肚子的问题, 大地说, 这间厕所从他进去的时候, 其实脱了裤子刚往那一蹲, 他说我就感觉不对劲, 但这会儿顾不上, 肚子实在是太疼了, 等我到那儿红泻完之后啊, 身体都完全放松下来, 正在准备着收拾走出去的时候, 大地就突然感觉是头晕目眩的, 我当时以为自己是忽然猛的起身啊, 有点悬韵低血糖, 但刚走出这厕所呀, 走到快到大门的时候, 不对了, 因为他和我小时候, 遇到一些怪事时的征兆开始相似, 我耳朵开始耳鸣, 耳朵里边开始产生咔哧咔哧的声音, 我这会儿马上就害怕了, 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奇怪的事情, 这已经是第N次了, 每次遇到奇怪的事之前, 我都有这样明显的反应, 这种反应促使我呀, 当时很难走出这间厕所, 我一直扶着墙低着头, 就好像犯了什么疾病一样, 忽然间, 就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, 我当时脑袋嗡嗡的, 我想抬起头来, 照水池那边走走, 然后打开水龙头洗八脸, 就这么一抬头, 我的妈呀, 差点当成把我给下原地去世了, 我就看见, 从厕所门口的位置, 飘进来一个脑袋, 这个疑似脑袋的物体啊, 看不清, 模模糊糊的, 无关长什么样, 实在是瞧不清楚, 但是为啥我说它是个头呢, 因为它有长长的头发, 头发非常的长, 大概飘了有这么不到两米高的位置, 就在厕所门口飘飘悠悠的晃着, 我这会儿, 这拳头钻到手上, 这手指甲都快钻到肉里了, 吓得那已经是到了无助的极限的地步, 更重要的是, 我当时身居的这位置, 前不着村后不着地, 就这么大十几平米的一个厕所, 我往哪儿躲啊, 我只能一半身子贴着墙, 尽量把脸也往墙上贴, 我当时就想是, 别管怎么着, 只要护住了脸, 或者是我自个儿骗自个儿啊, 眼耳盗铃我看不见它就行, 这个脑袋就开始围着我飞, 一直在厕所上空来回来去的盘旋, 盘旋了得有好几分钟, 等到了我发现, 它慢慢地飘到了厕所中间的位置的时候, 这大门的位置等于就空开了, 我这才敢鼓起勇气, 往大门的位置冲出去, 可当时冲出大门, 按照一般的情况下就没事了, 我的天哪, 我这一冲出去大门呢, 我就看到天空中乱几八糟飘着一堆东西, 不知道跟大家该怎么形容, 这些东西我怎么瞧, 怎么像是人的, 胳膊, 腿, 还有手臂, 但全都跟那个头一样, 模模糊糊的, 一块一块地在天上乱飞, 当时就在厕所门口学校的楼道上边, 本来我一出门是往左边跑的, 这些东西全都在左边待着, 当时我大叫了一声, 转过头去, 我就向右侧跑去, 这一跑啊, 一猛地扎下去, 我就没再回过头, 直接就跑出了教学楼的后门外边去了, 赶等大帝跑到后门外边, 好多同学都在操场上站着, 大帝当时是气喘吁吁, 面色苍白, 在场的同学全都瞧他, 本身平时大帝在学校里就鼓鼓怪怪的, 在忽然间变成这个样子, 大家就拿他开起玩笑来, 哎, 大帝, 怎么了, 干什么了, 牵头鬼了是怎么回事啊, 这同学冷嘲热讽这样的话就说了好几句, 大帝当时没说话, 低着头, 这就是他内向的性格, 其实这会儿他心里边非常的高兴, 为啥因为瞧见人呢, 只要自己得了救, 同学你们啊, 爱说啥说啥, 实际上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了,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学校或者工作中, 遇到的一些过于内向的人, 你看着他好像是好欺负, 不讲话, 实际上他内心世界里边满满的, 或者兴许啊, 他脑子里想的东西弄不好还在嘲笑你呢, 大帝啊, 就是我说的这么个人, 他从来不把自己遇到的这些吓人事跟同学说, 因为他心里太清楚了, 他很了解人性, 只要别人没见过的或者别人没见到的, 你把这些事告诉人家, 那立马得到的就是冷嘲, 热讽。 厕所看见飞头飞手的这件事, 就这么着过去了, 从这以后, 大帝再也不敢去那间厕所了, 那间老的教学楼啊, 成大帝的心病。 大帝说呀, 说我们好多课程都要到那老教学楼里边上去, 但是就打初一开始, 我呀, 遇上了这吓人的事, 从此之后, 我就学会了逃课了, 我这逃课可不是出去玩去, 我当时就是感觉啊, 我哪怕让学校给我开除了, 这间老教学楼, 我绝对不进去。 但是, 我也不把我遇到的什么事告诉别人。 几次被老师抓到逃课, 大帝全都是低头不说话, 老师问他干嘛, 甚至大帝会编个瞎话, 说自己玩去。 实际上, 大帝一直躲在自己的教室里边, 看书学别的东西。 所以这初中孩子心里, 到底经受了多少的苦难, 此时啊, 没人知道。 这故事, 实际上大帝的这次吓人经历, 就讲完了, 直到初三毕业, 大帝从来再也没进过这教学楼, 但这会儿吃瓜的您呢, 可能就急了, 这, 这就讲了一个他就这样, 这大帝这第一件事就完了, 哎, 没完, 只不过是大帝后边人家自我保护非常好, 没再进过这间教学楼, 在初中这个阶段, 大帝在学校里, 没再遇到过吓人的事情。 不过故事没讲完, 这故事是有答案的, 这个答案呢, 那咱就得有请大帝, 到了初二下半学期这年, 认识了学生会的一个, 美丽的知心大姐姐, 开始说了。 大帝说这年呢, 他被弄到学生会里边帮忙去, 当时是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, 大帝说, 我被选到学生会里之后, 我进去之后, 我第一件事, 而不是想着怎么为学校做贡献, 或者干我的正事, 我是当时就盯上了我们学生会里边的一个美丽的初三姐姐。 这女孩比一般女孩个子要高, 大眼睛, 皮肤白, 特别外向, 说话呀, 特别泼辣, 跟普通的那些软软糯糯的小妹子不一样。 大帝这一下就喜欢上了, 这心呢, 跟着也就荡漾起来。 必定咱大帝是个老实孩子, 也不知道怎么跟小姐姐表达爱情, 在后边的日子里, 就是无限的配合这位学生会副主席的工作, 大帝就一直想尽了办法跟这女孩尽量的接触。 这女孩跟普通姑娘不一样, 有的女孩喜欢那种小流氓, 学校里的不良小少年, 或者是喜欢那些精神小伙们, 还有的女孩喜欢帅的。 这女孩啊, 可能她也是觉得大帝这身上有奇怪的故事, 因为跟这个男孩聊起天来, 大帝总是什么事说半句就不再说了。 其实这个, 聊到这儿, 我跟大帝说, 我说你这也是一种伪装, 可能你自己不知道, 但是就正因为你这个伪装, 引起了人家女孩的注意力。 慢慢的时间长了, 嘿, 还真没错, 俩人呢, 就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了。 大帝跟姐姐时间长了成为朋友了, 俩人无话不聊, 聊的话题非常多, 但是从来啊, 也没聊过这吓人的事。 大帝说, 实际上接下来的内容不是我问她的, 是有这么一次她无意中给我讲一些吓人的故事, 哄着我玩, 结果讲着讲着, 把我这脸就给讲白了。 说句实话, 听完这美女姐姐讲的这故事, 要不是因为学校里有个她, 那会儿我对学习本身就没啥兴趣, 弄不好我回到家里啊, 我就退学了。 因为啥呀, 因为她讲的这故事, 跟我刚来学校那会儿, 见到那非头非手, 有直接的关系。 这小姐姐啊, 直到学校毕业的时候, 也不知道我在学校过见过女鬼, 她呀, 无意的给我讲了一个学校五六年前发生的事, 她说她是刚来学校的时候, 听学校学姐讲的。 话说, 我们学校在六年前, 学校里边转来了这么一个特别混蛋的小孩, 这孩子转来之后啊, 就上初三了, 实际上据说她留级已经留了两年了, 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话, 应该早就上到高二了。 这男孩来到学校里, 跟别的孩子不一样, 这种小流氓孩子都喜欢谈个恋爱, 骗个小姑娘啥的, 可这个孩子, 就偏偏盯上了我们学校的一名女教师了。 这女教师也是大专毕业, 刚刚在学校里边当了老师, 虽说是老师年龄比他大不了四五岁, 这男孩不知道怎么回事, 他就偏要跟这女老师啊, 谈恋爱。 而且这坏小子社会上有关系, 社会非常复杂, 一来二去逼得这女老师没辙, 最后是一点办法没有, 被逼无奈, 跟这男孩就发生关系。 其实您听着我讲的简单, 这里边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剧情, 这男孩指不定怎么威胁啊, 欺负这女老师了, 不然的话, 这女老师怎么会和一个初三的孩子, 发生一些男女之事呢? 就这样, 俩人持续了好长时间, 这男孩一直想维系着这种关系, 但是对这女老师是又大又骂, 这女老师有这么一天是终于受不了了, 这才爆发告诉这男孩, 不行啊, 你就弄死我吧, 我以后绝对不能跟你再这样想起来。 就打转开始, 俩人的关系就逐渐恶化, 这男的也就越来越极端了, 对待这老师啊, 产生了好多怪异的暴力想法。 再往后边, 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, 这男孩有一天晚上, 约这老师在老教学楼的一间厕所附近见面, 俩人应该是九点多会的面, 教学楼已经空无一人了, 俩人是决定啊, 跑到这教室里边, 可能为了满足这男孩的一些, 奇怪的要求去。 但是, 再往后边, 咱就不知道发生啥了, 总之, 这女老师这天约会的晚上, 被这男孩活活的掐死了。 死后, 当时是这样的, 这男孩当时心慌, 不知道该怎么办, 把这女老师的尸体, 干脆拖到厕所里边, 然后自己从学校里边跑出去, 又拿来了一些力气, 准备在厕所里把这老师分尸, 然后一块一块的运出去。 这孩子想的太简单了, 不是这么简单的, 就当天晚上, 他在厕所里这动静, 就让学校的校工给听到了, 警察就在晚上, 他正在把这女孩分尸的过程中, 就把这男孩现场, 就给捕获了。 可据当时抓捕这男孩的警方说的, 哎呦, 别提, 厕所里虽然没开着灯, 男孩一直是拿手电进行的, 但是真的把这灯开开之后, 那血腥的场面, 好多年轻的警察, 当场啊, 都差点吓晕了过去。 所以说, 有的时候, 有些孩子, 是从小生来就是一副恶人的铁石心肠。 您说, 这跟年龄和后边的经历有关系吗? 这才是多大的一个孩子, 就能干出来这么凶恶的事情。 哎呀, 当咱们听完这故事的时候, 咱们就会想, 这女老师到底当时经历了什么? 可是, 您千万可别忘了, 这故事是小姐姐当时讲给大弟的, 那如果您要是大弟, 之前初一的时候, 在教学楼里边瞧见过那吓人的飞头飞手, 那此时您的想法, 根本不会考虑到这案子到底怎么回事。 这时候您一定跟大弟想的一样。 坏了, 我的妈呀, 我说我那天在老教学楼的厕所里, 见到了飞头飞手呢? 原来就是这故事中的女老师啊。 啊, 行了, 老师们, 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, 说完这故事, 我得传口大气, 因为好多内容啊, 节目里讲不了, 太过于暴力血腥了, 还有大弟他们那个倒霉的学校, 我问了半天, 大弟人也实在, 把学校的照片都给我发来了, 我真想不到, 在湖南稍微偏这么一点的一个县城里边, 这学校里边能出这么大的乱子, 但我上网上一查呀, 的确是, 这间学校就连贴吧里边, 全都是学生之间相互的对骂, 所以有的时候啊, 这学校要是好的还行, 不好的学校, 我个人觉得大弟还不如别上去。 啊, 不过咱呢, 说的还都是一些故事, 千万别影响了您给孩子找学校, 但是也要细细的观察, 观察您的孩子上的这所学校, 里边到底啊, 有什么事情。 后边还有一个故事, 这故事标题上没写, 又是咱家呀, 藏在末尾的一个精彩小端子。 这故事也是大弟三令五申要求我, 说凯哥, 你要讲我的故事没问题, 千万别忘了, 把这件事也讲出去, 这件事我觉得非常, 吓人。 大弟说这件事啊, 发生在他稍微大一点了, 出事的时候, 大概他说他已经上职专二年级了, 然后住在奶奶家, 由于他上的这学校, 距离奶奶家的县城非常近, 所以大弟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。 大弟说, 就这么一天晚上, 这天晚上之前没有任何征兆, 我呀, 躺在床上, 戴着耳机, 然后听着音乐, 听着故事。 当时听的啥, 我实在是忘了, 只是听着听着, 忽然间这唱着半截歌的这明星啊, 这开始变成我奶奶的声音, 变得非常的突然, 而且特别的真实, 就好像我奶奶在唱这首歌, 唱着唱着一下转成一个老太太的声音, 接下来在歌里边开始唱我的名字。 我当时一下没反应过来, 等唱到我名字的时候, 我这才反应过来, 一把就把耳机从手上拉下去, 然后我就开始坐在我的床上四处张化, 此时已经十一点多了, 我奶奶早就睡了, 然后我就又小心翼翼的拿起耳机来, 当我刚拿起这耳机戴到耳朵上的时候, 的确耳机里边没有我奶奶的声音, 但是戴上耳机还没有两三秒, 我记得特别清楚, 我还拿MP3换了几首歌, 这忽然间耳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喊声, 这声音呢, 我告诉你, 那真比恐怖片那鬼片里还吓人, 当时吓得我这一大跳啊, 全身都哆嗦起来了, 我顺势把耳机又给拉了下去, 刚拉下耳机去, 我这口气刚还没喘平了, 我就听到我奶奶在房间里边开始喊我, 我听见奶奶在房间里边喊我, 顿时我又愣住了, 然后静了几秒, 下了床之后打开了全屋的灯, 我再仔细听了一下, 没错, 就是奶奶从房间里边喊的, 我马上就朝着奶奶的房间跑去, 然后拼命地砸奶奶门, 在门口我就大喊, 奶奶,奶奶, 什么事啊, 有事吗, 怎么了您呢? 可是我当时砸门砸得非常用力, 奶奶在卧室里根本没任何的动静, 我在门口砸了得有半天吧, 我才听到奶奶起床的声音, 这才走到门口, 迷迷糊糊地把她卧室的房门打开了, 奶奶打开卧室的房门, 迷迷糊糊地问我, 怎么了, 孩子呀, 出什么问题了? 我当时诧异了, 瞬间我脑子开始错乱, 我说, 您刚才不是在卧室里边喊我吗? 奶奶当时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, 然后说, 啊, 我没喊你啊,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呀? 然后当时这会儿我才反应过来, 坏了, 我这又遇上邪神了, 然后我站在奶奶面前, 站了得有几秒, 假装, 奶奶说的是对的, 好像我就是做了噩梦, 做出这么一副表情, 然后招呼奶奶赶快睡觉别理我, 我这才默默的走回房间去。 回到房间之后, 这天晚上我不敢关灯了, 到房间里边躺下之后啊, 大眼瞪小眼, 这么瞪着两个大眼珠子盯着天花板, 可能有这么二十分钟左右吧, 这困意刚刚上来, 刚刚准备再继续睡会儿, 哎呦, 忽然间我就听见我家的大门, 光光光的有人开始砸门, 一边砸着门呢, 一边刚刚我在听到耳机里听来的那吓人的女人, 就在我家门口啊, 又哭喊起来了, 我这时候吓坏了, 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, 自小就能见到这些怪的东西, 我这回我知道, 千万不能开门去, 这是假象, 这应该就像刚才里耳机的声音一样, 只有我能听见, 我就一直卷曲在被子里, 这女人这天晚上, 就整整在我家门口, 哭了一整夜, 这一夜过的, 那叫度日如年呢, 每时间一秒过去, 就好像过了一个小时一样, 我这一夜是受尽了折磨, 虽然没瞧见什么, 但是有这么个声音在您家门口哭上一宿, 您可以试一下, 我又不敢起身, 把这事告诉奶奶, 直到早上起来醒来, 我大概五点多钟, 这才敢睡一觉, 那女人直接哭到了四点半左右, 甘灯九点多奶奶叫我起床的时候, 发现我卷曲在被窝里睡得特别熟, 一直没喊我, 直到下午不到一点的时候, 奶奶才再次来喊我, 把我喊醒之后, 问我你昨天怎么一夜没睡啊, 是不是做了噩梦啊, 怎么这一下就睡到中午去了, 可正当我跟奶奶聊天的时候, 奶奶这顿时才发现, 我貌似不太对劲了, 我的眼睛整个充满了红血丝, 身体这皮肤白得吓人, 按照奶奶说呀, 就好像没了人色一样, 这会儿奶奶就意识到, 我貌似是出了什么事, 接下来我奶奶就玩命的问我, 到底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, 我呀被奶奶逼问了可能得有好半天, 我这才在无奈之下, 把昨天晚上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我奶奶, 这要是外人听了, 根本没人相信, 这孩子看恐怖片看多了, 或者是这孩子脑子有神经病, 但奶奶相信我, 因为我现在身体的症状太明显了, 连站起来都费劲, 奶奶本身也是岁数大的人, 她能理解, 她面前的这孙子八成这是, 撞了鞋, 就从这开始, 得有好长一段时间, 我感觉得有两个多月吧, 我是吃啥啥不香, 睡觉睡不着, 晚上只敢跟奶奶在房间里边睡, 再也不敢一个人睡觉了,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, 奶奶瞧我实在是不行, 有这么一天啊, 正赶上星期六, 奶奶就带我来到了一个人家里, 这人是个老爷爷, 一看穿的衣服, 那就是个道士, 只不过呀, 这老爷子不是太正规那种, 不是在道冠跟他相见的, 是在他家中见的, 老爷子当时把了把我卖, 然后问了我好多奇怪的问题, 我也都一一回答了, 过了一会儿就让我到他家客厅等他, 跟奶奶在房间里说了好多的话, 从此之后回到家里, 奶奶给我带上了一个东西, 这东西好长时间我都没有摘掉过, 而且我家里墙上贴了好多, 没人见过的福祉, 就从这开始, 我的神情啊, 才慢慢的稳定下来, 这件事就这么着过去, 到了后边, 奶奶家没再发生过这样奇怪吓人的事情, 那个吓人的女人也没再来过, 这故事直到后边, 我得长了好多年以后, 我都快长大了, 有这么一次跟奶奶聊天, 无意中我们娘俩又聊起来当初我发生的这件事, 奶奶这才告诉我真实的内容, 奶奶说呀, 这事啊, 其实不怪你, 这是你大伯惹出的事, 你大伯家新盖了个房子, 这房子建的地儿不是个地儿, 但咱们家人呢, 唯独是你好欺负, 所以这女的, 这才忽然间的找到你头上来, 当初你不知道啊, 奶奶花了不少钱呢, 那道人做了好大的法事, 帮这个女人是又超度, 又换了阴宅, 这才把这事给摆平了, 不然的话, 你那小辫啊, 是好不了的, 唉, 听完奶奶说的这番话, 我觉得我挺倒霉的, 因为啊, 在别的事上都还好说, 我也不能说是倒霉吧, 他也不是太幸运, 但只要沾到这种邪事歪事吓人的事, 他跟我总是脱不了啊, 关系的, 好了, 朋友们, 大帝的这第二件事给大家也说完了, 您说这孩子倒霉吗, 他大伯家盖房子, 你说跟大帝有八毛钱关系吗, 可是偏偏这人呢, 就找大帝了, 就就此啊, 咱通过这些故事就能看得出来, 这人善被人欺, 马善被人欺, 所以说, 就连这些邪碎的东西, 都照着好欺负人的下手, 当时睡觉的奶奶是一点都听不见, 但是大帝啊, 差点这一夜, 给活活的吓死了, 行了, 朋友们, 今天的这故事就算给大家都说完了, 您哪听哪了, 这就是个故事, 千万别当了真, 记录身边灵异, 讲述世间传奇, 感谢家人们的收听, 我们明晚, 再见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